踏入歌坛五年来 歌手周深凭借自己 介乎女生和童生的独特嗓音 被大家所熟知 喜欢的人觉得她是天籁之音 不喜欢的人则认为 她是音乐圈的异类 在两极评价中成长的周深 也慢慢找到了平衡点 她从腼腆害羞的小男孩 变成了开朗幽默的梗王 这些变化都得益于一个人 当时的样子特别好记得 就是没带隐形的样子 就是特别不安全的 看见前面一片漆黑 我永远记得就是 我在特别紧张 手在抖着在唱 当年我们小儿 就是很多东北人 就是特别特别的 怎么说 活泼和 就是直接嘛 印象最深是第一次 跟娜姐吃饭 然后她就直接打开那些饭 她就说 吃 然后就 她来说 别客气 你吃就是了 我现在想 怎么 怎么原来 原来 那种以前觉得远远 离你那么远的艺人 原来也只是我们生活中 身边的一个人 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我自己的性格也开放了很多 从电影 《我在未来等你》 《罗小黑战记》 到朱仙一 周深如今成为 各大影视剧主题曲的热门人选 她也如愿迎来了自己 入行五年来 个人巡回演唱会 能有如此成绩 除了纳英的挖掘 也离不开 高晓松的提携 现在就是一言不合就唱歌 然后那是高老师教的 对 因为之前 我在跟高老师一起 就老师帮我宣传 我的专辑的时候 然后记者就会问 你觉得你这首歌 表达是什么 我又说 我这首歌表达是 高老师就说 你在那 别人也不知道 你这歌长什么样啊 你就唱啊 那时候 我就觉得也挺 欢迎播报的朋友们 你们今天好吗 我是一位抒情的歌手 名字叫周深